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举例的主要是原版的KMP 就是字幕串查找的题目 那么为了配合医生的讲座 给大家巩固巩固所学的知识 那么我打算这个礼拜的系列 我们就会出几道跟KMP相关题目 群主挑了几道 我们循序渐进的一起来看一下 同时群主也从自己的角度来跟大家谈一下 对于写这个KMP算法的一些理解 如何我来记忆这些KMP的算法 那么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KMP算法 算是属于技巧性比较强的一类算法 其实并不难写 还是很好写的 但是其实你用到机会并不特别多 我感觉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就是用什么像这种DFS找环 如果给你一个图 给你一个图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编 让你用DFS算法来判断 这个图里面是不是有环 如果大家看这个题目的话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做 事实上这种算法其实也很简单 代码非常简单 但是它的技巧性非常强 它需要给每个节点染三种颜色 是吧三种状态 所以说这种题目 如果你不是经常写的话 可能记不大住 但是如果你以前深刻理解过了 下次你比如说你把这模板翻一下 或者稍微再看一眼之后的话 你就很容易知道 这几行大板代表什么意思 如果你做相应修改的话 就比较方便 我只是 当然这个DFS找环跟KMP 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只是说 我觉得这些算法 都是有很大的这种风格的相似性 就是简单技巧性强 但是并不常用 好那么在KMP一系列的这个算法题中 Lead Code上大概我看有五六道 其中比较经典的应该是四道左右 那么我打算这个礼拜呢 我们会做这四道 而且是寻寻先进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1392 我们不看那道最传统的那个 好像是第四十道吧 什么Needle和黑 stack 就直接找字符串子串的那道题 我们不先从那道题目来 我们先从1392 Longest Habit Prefix来 这道题我觉得是更基础 是你要入门KMP 我觉得甚至比KMP 就是找字符串 本身更有用的 或者说用途更广的一个立题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找它的后置数组 那什么叫后置数组呢 我们先把这道题看一下 他说是给一个字符串 给一个字符串 他要找一个什么呢 他要找一个最长的这个前坠 恰好也是它的后坠 找一个最长的前坠 恰好也是它后坠 比如说这个你看 ABAB是它前坠 同时呢ABAB也是它后坠 就是它一个最长的前坠 像这个Level 那么L是它的前坠 同时L也是它的后坠 那么没有比这更长的这个前坠后坠了 是吧 LE跟EL呢不是一回事 LEV呢跟VL呢也不是一回事 所以说这几个例子呢 大家也很好懂 也很好懂 这是LIT 当然这里要说一个就是excluding itself 就是我们要找的其实是一个真前坠 真后坠 是吧 就理论上它这个字符串本身可能也算是个前坠吧 但是你知道任何字符串的本身的前坠就等于本身的后坠 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triple 没有意义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真前坠 就是不是它本身的一个最长前坠 希望它恰好也是它的一个后坠 问这个最长的长度是多少 这就是这二题们的提议 那么我想说这二题的本质呢 是要求一个叫后坠数组 我不是很清楚是不是现在竞赛圈把这东西真的叫后坠数组 但是我记得当年好像我是这么叫的 当年我学的时候是什么叫的 叫后坠数组 后坠数组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其实后坠数组的定义跟这个其实一模一样 只不过它这个只是问一个对整体字符串而言 整个字符串而言它的最长的前坠等于后坠这个长度是多少 那么surface i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就是以这个s i为结尾的一个最长前坠 后坠是多少 什么意思呢 就是max length k s i为结尾的后坠等于s的前坠 也就是什么呢 s从0到k减1这长度为k是吧 长度为k 这样等于什么呢 这样等于以s i结尾的后坠 也就是说应该是 这后坠是ri的话 ending by i的话 那么之前应该是什么 i减k加1 是吧 i减k加1到i是长度为k 没问题 也就是说 suffix i呢 它其实定义的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结尾到i的一个最长的后坠 恰好呢 也是这整个字符上的前坠 求这个的长度 它存储的就是这个长度 好 那么这二题让你retend的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suffix n-1吧 其实求是这个东西 就是看最后一个字符 看结尺到最后一个字符的一个最长后坠 恰好也等于前坠 那这个长度是多少 所以这二题呢 你retend的就是suffix n-1就行了 那么这二题的本质 就是你要把整个这个suffix i给求出来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到肯定是有些互相依赖的关系 或者说是个地推 地推关系 所以说你可能要把这个求出来的前提 是把这所有的求出来 最后返回一个最后一个值就行了 这就是所谓的后缀数组 这后缀数组的定义呢 跟指导题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后缀数组呢 它是很多技巧性非常强题目里 可能都需要走的这一个步骤 最有名就是那KMP 其实这也是KMP算法的一部分 KMP就是简单的这个search substring 给一个模式串 我要求看这个模式串在自图串里是不是有没有 或者说在哪里 那么KMP其实有两步 第一步呢 其实本质也是求这后缀数组 第一步先求这后缀数组 对模式串求后缀数组 然后呢再做一个类似于匹配 第二步的话是求这个substring在哪里 那么这个后缀数组的求解除了在KMP 这是会用到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地方的巧用 包括这一个系列 我们还会找两三道题目 就是说它不是明显的KMP 但是呢 它的解法呢 是你需要先求这后缀数组 后缀数组 后缀数组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非常有用的 它性质非常巧妙 甚至包括这KMP的 刚才说过 KMP的第一步是求这后缀数组 第二步呢 第二步跟求第一步的算法非常非常相似 非常非常相似 你可以认为是求一个 两个字符算之间的后缀数组 所以说如果你把后缀数组的概念 非常理解的深刻的话 那么KMP和一些其他相关的 一个字符算题目呢 都能够很好掌握 那么我们今天先不直接谈KMP 直接看这个后缀数组 那么开始之前呢 还希望大家狠狠地把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给记下来 可以记下来 就是说你就算过了六个月之后 你不是很记得这个后缀数组怎么求 或者说不是很记得KMP怎么求 但是你脑中一定要有印象 就是说我做这些东西 一定要先求一个后缀数组 后缀数组什么意思 这个定义不能搞错 如果你这个能记下来的话 那其实会帮助你回想起来 这个KMP到底是怎么算的 大家再看一遍 Surfix I表示什么呢 表示找一个截止为I的最长的后缀 这个K呢 我希望这个Lens K的越长越好 使得这个后缀的长 后缀 恰好等于它的前缀 长度都是K 那么为了便于大家思考 这Surfix可能有点长 我把它改写成叫DP 因为我个人觉得呢 这有点像DP的感觉 虽然不是完全DP 但是有点像DP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有相互依赖的 它是需要算这个DPI 小的DPI 就Index比较小的DP 然后以它为基础 算出Index比较大的DP 所以说有点像动作规划 有点像动作规划 所以说我显成DP呢 可能会让大家 并于大家往这方面考虑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教大家来 看一下就是这个DPI 这个后缀的数据到底怎么求 那在这里呢 我不做充分性证明 也就是说 我不证明说 为什么这个是对的 我只会让你看上去 这么做有道理 至于为什么一定是这么对的 这个东西呢 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医生的讲解 包括整个KMP 它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它有哪些性质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们就是刷题嘛 对这个东西不用太要求 我们只要 我这里会主要生动形象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要这么做 为什么是什么东西 引导我去这么回忆 这个KMP的做法 这个做法呢 看上去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的话 你觉得有道理 就会往这么写 能达到这个效果就比较好了 那么我们的照的话 我们先 我之前呢 还是稍微做了些准备 我来画一个图 我来拷贝一下 我画一个这个图 那么假设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字符串 很长的字符串 是吧 这些字符串是啥呢 我们先不关心 先不关心 那么下面呢 我是标的它的index 现在我们呢 要看这个求这个dpi 我需要求dpi dpi求等于什么呢 那么刚才说过 我至于写成dpi的形式呢 就是积极引导你往动态规划上想 那么很常见的想法就是看 我这dpi是不是能从这个dpi-1 找到一些什么推导性的规律 dpi-1找到一些推导规律 好 我们看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注意力 投向这i-1这index 我们看一下dpi-1它说的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假设dpi-1已经解出来了 假设它已经解出来 dpi-1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找一个截止 ending by i-1的一个 最长的后缀数组 我们这里用信号表示 它恰好呢 最长的后缀字符串 说错了 最长的后缀字符串 它恰好呢 也等于整个字符串的一个前缀 整个前缀 那么这里用信号表达出来 就是说如果dpi-1 它长度比如说是j 那意味着这一段长度是j 同时呢 这里有一段长度为j的这个前缀字符串 跟它相等 那这里长度为j的话 那么0index的话是0到j-1 0到j-1 就是长度为j j在这里 但是呢 这段字符串呢 是从0到j-1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假设 就假设这个 我们知道j等于dpi-1 我们从j等于dpi-1 我们可以定位到j这个位置 也定位到j-1这个位置 是吧 一切都make sense make sense 好 接下来我们回复了看 我们要看这个dpi dpi等于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想看 我如何在这个字符串里找一个最长的这个ending by i的后缀 恰好呢也等于这个前缀 那么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j位置上跟i位置上相等 就是说这个x等于y的话 那很显然我这个dpi是不是可以直接从dpi-1给继承上去的 是吧 dpi-1已经费尽心思啊 搞了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匹配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直接利用它啊 如果这个正好x等于y的话 那是不是认为dpi 恰好就就是可以是这么长吗 实际上这肯定是一个对于dpi原来的最有解啊 在这里我不做充分性证明啊 我觉得直观上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是吧 dpi-1已经搞了这么长了 你搞正常这时候呢 你index移动一位 同时呢 你这个长度呢 也能增加一位 其实是已经非常好了啊 非常好 所以说 所以说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啊 比较true的一个分析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sj啊 记住哈 sj啊 sj啊 j是从哪来的呢 j是从0到j-1这个前缀次负串的后面一位啊 如果sj等于sr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什么呢 dpi-1就等于 j加1啊 实际上j加1就是什么 就是dpi-1加1啊 有点是类似的低腿关系 是吧 好 那么这是一个算是你现在赛景做了50%了吧 好 那么事实上呢 人有悲欢力和啊 越有阴晴缘缺 这xy呢 其实大概率是可能不相等的啊 如果这这两个一旦不相等 那么可能这段功夫呢就算白瞎了是吧 白瞎了就是说你这这两段匹配的再好也没用 因为我不要求是什么呢 要求是找一个ending by i的一个后缀次负串等于一个前缀次负串是吧 对对你这两个不一样的话似乎功亏一亏啊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这时候呢 你要脑子就这样一根弦啊 这根弦就是说这时候呢 我的眼光是要看到哪呢 眼光看这里 就是说我这i呢 先暂时不考虑啊 不看了 我这时候呢 我看我的这个dpj-1 我们令这个j撇等于dpj-1 好 那么想想dpj-1什么意思啊 根据我们的dp定义啊 dp这些意思嘛 就是ending by j-1的找一个最长的后缀次负串 恰好也等于前缀次负串 是吧 好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来画张图啊 帮大家理解一下 就我粘过来啊 粘过来 粘在 粘在这儿吧 好 你看一下啊 看一下跟这个图呢 稍微稍微有点区别啊 这个index其实是不变的啊 还是从0到i 这么长index是吧 好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目光聚焦在这个dpj-1上面啊 我们假设dpj-1等于j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对于他而言啊 ending by j-1这个位置上 有一个最长长度是j撇的啊 j撇是吧 假设我们j撇等于他 是吧 有一个长度为j撇的后缀次负串 恰好等于长度为j撇的前缀次负串 啊 是吧 这里我用加号表示啊 加号表示 这一段呢 是要等于这一段啊 那么这个index是什么呢 如果这是0的话 这里就是j减一是吧 0到j撇减一 0到j撇减一 它长度是j撇 这一段是长度为j撇啊 那这一段呢 长度也为j撇啊 这两段呢 是相等的 好 那为什么我们把眼光聚焦于 聚焦于这一块啊 我们之前本来scope非常大 是吧 现在为什么突然啊 我们目光就局限在了这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看一下这个性质啊 他等于他是吧 同时我们看到之前我们有他等于他 那么说明他等于他是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段加号也放过来 也放过来 就是说这段这段这段是相等的 这三段是相等的 那么当然我们其实最在意的是什么 在意的是这一段 跟这一段呢 是相等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什么呢 你会发现我们找了一段 他跟他相等 他相等 那对于我们算这个dpi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c跟这个y 如果他们之他好也相等的 那就什么 那就结合上了 是吧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一段后缀字符传就等于这段前缀字符传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全村的希望呢 其实是在哪呢 就就在这个看这个c和y是否相等 是吧 之前我们是希望x和y相等的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后缀字符传就足够长 是吧 足够长等于这一段前缀字符传 但是呢 希望破灭了xy不等 这时候能发现啊 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的话 我们又有个全村能希望啊 就是z是吧 如果z和y相等你会发现这一段跟这一段呢 啊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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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了啊就能接上了这时候呢我们也就说我们这之前搞这一段东西啊没有完全白费啊至少有发现这一段是被利用上了啊这一段是利用上了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考察的其实就是什么呢如果这两段相等啊这两段相等啊这样的话那么dpi呢其实就等于它长度呢就等于这段啊同意啊我们这里不做严谨的充分性证明为什么说这一定是对的啊 但是呢大概大概率上就是对的是吧 你不功亏一篑已经很不错了啊还给你一个机会啊可以让你把这么多都给用上啊还是还是挺好的啊所以说啊就是这就是这个求这后缀数组啊这dpi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啊从原来考察dpi减一 啊dpi减一那么变成了考察这个dp j减一啊是吧dpj减一dpj减一这时候你要看的是什么呢 你要看的是就是说啊如果sj撇是吧这自己这自己大家记住啊是j撇是吧如果sj撇等于sr的话 是吧那么就dpi呢就等于j撇加一大家想想是不是就可以去到啊 j撇就是刚才这段说的这段加二长度是吧dpj撇啊dpdpj撇减一就表明了这段的长度啊 正常的长度我们是能用到的啊如果这一段也能缝合上的话那就是j撇加一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有dpi呢就有个新的希望啊就是说j撇加一是吧原来我们期望是 j撇加一的但是没有实现啊这时候呢我们有希望就是j撇加一啊那么当然这个啊这个人有悲欢离合越有阴晴越缺啊 就z和xy呢也不见得是相等的啊也不见得相等的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呢啊可以看到了吧套娃啊套娃就是我们看j撇撇啊等于dp什么呢啊我们仿照这个这个这个式子啊是吧j撇撇我们看dpj撇减一好了 是吧是吧是吧我们看这个dpj撇减一这时候呢就相当于你又找了一段更窄的更窄的一个前缀啊前缀等于后缀啊我们这里可能我这里可能写不下了啊大概我可能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换个符号吧就是紧紧紧紧是吧这可能也是紧紧啊我们这时候呢如果你考察这个dpj撇减一的话啊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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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比如说如果是2的话呢说明这个2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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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图等于这个紫图是吧那同时呢啊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dp啊这个他肯定跟他相等是吧 因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团这团加等于这团加那说明这团紧等于这团紧啊同理那那这里也是啊这里肯定也是一团紧 这里会有两个紧是吧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啊意味着说我们这时候我们希望呢就是寄托在这里了啊假设这个叫w是吧我看这w跟y是不相等是吧如果相等的话ok至少说明dpj呢可以等于3大概这意思是吧就是说啊刚才说过啊就是说如果sj撇撇啊等于si那么呢dpj呢就等于j撇撇加1啊我们发现k从这举三个 这个例子我们就会看出来了啊就是dpj呢其实就这么几种可能性啊是吧要么这一加1要么j撇撇加1要么j撇撇撇加1啊是吧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j撇撇撇撇等于0为止啊等于0为止是吧等于0然后呢你再试图加1啊这加1呢完全就起于它是不是相等是吧如果相等我们就j撇撇撇加1啊如果不相等我们整个dpj呢就无法更新啊基本上就是这意思啊所以说呃如果这一层无法更新的话我们就一直到下面去啊一直到这个j撇撇撇撇等于0为止啊 是吧然后这时候再看一下能不能有加1啊加1就是看这个j撇撇撇撇撇撇是不是等于si是吧这后面si总是一样的是吧那前面呢总是j撇撇撇撇撇撇嘛那么这个这个j撇撇撇撇撇是怎么进化来呢其实也和你的啊从第一开始j等于dpj减一开始到这个变成一个j撇对dpj减一是吧j撇撇等于dpj减一啊你下面可以知道啊j三撇等于dpj两个撇撇是吧有点像这个套啊一样啊就多几个撇 一路套下去一路套下去一路套下去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啊一直套到这个j撇这东西等于零就位置是吧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你总共也能走到底了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更新这个dpj就能更新这个dpj好那么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其实并不担心啊大家感觉到直观告诉我们这讲代码非常短非常短啊我们可以大概写一下啊 我印的i等于小人还一下啊啊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compute这个dpi 是吧那么首先我们要有个老祖宗这个j啊j是吧j开始从哪处置值什么呢啊就是j没有撇是什么呢 j没有撇是dpi减一啊就是j没有撇 j没有撇那么啊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是dpi呢等于一个 这个j可能多少撇加一是吧可能是没有撇加一可能是j一撇加一可能j两撇加一啊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j呢能进化到什么程度啊进化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这个j呢可能并不是最终的j啊j可能会不断的进化是吧不断进化j会不断进化成什么呢大家说过啊 j不断进化成相当于dpj减一嘛是吧我们这j是有可能不断进化的啊那么进化到什么程度呢 啊进化成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啊一旦我们发现这个sj和sr相等的话那么就不用往下进化了啊这是我们进好就收啊进好就收啊是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到sj等于sr的话我们dpi之之间呢是j加i就行了是吧我们就不用再往下走了所以说这个关键就是看什么呢就看sj是不是等于如果不等于sr那说明我们希望破灭啊我们希望破灭我们就必须要再叠代j是吧必须再叠代j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j是这两个是不相等是吧所以说我们就不停的啊不停的迭代啊不停迭代当然这个不能这个不呃这个不能这不见得一定满足啊所以说j你要有个底是吧底是什么你看就是不越界就行了啊所以说只要是j大于1啊 好那最后我们的dpi什么呢dpi是什么呢dpi就是j加上j加上1啊当然这个1是有条件的啊这j有可能是到0啊这加1呢也是有条件的是吧我们所有加1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你退出这循环的时候这是要满足满足的啊是吧等于退出的时候如果这满足的话 你才可以加1如果退出的时候这不满足你就也加不了1啊所以说这加的是什么呢加的是查看他是不是相等好这就写完了啊这就是后织数组啊这后织数组就写完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啊很神奇啊大家可以仔细再体会一下啊再体会一下是吧好那么这条题呢本身的话就是说啊 当然这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编辑条件你需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i等于0的时候你看这是越界的啊是吧所以这条题呢只能从这个dpi1开始啊dpi1开始那所以说你要dp0呢你要单独复制啊dp0单独复制是什么值啊你想想dp0啊就各位一个字符我问你他的这个后织数组值是多少啊就是说他最长的多少后织等于他前织啊这里记住我们要的是真后织真前织是吧你只有一个字符你怎么给我搞真前织 这个真后织呢就说dp0呢是等于0啊这个编辑条件大家一定注意啊好其他话就没什么啊这条题就可以就已经写完了啊就已经写完了然后最后我们return的是什么呢return的是这个字符串啊是个字符串啊我们刚才说过我们这字符上长度啊这长度是多少刚才说过dpn-1啊我们返回的是是吧我们看是最后一个字符字符最后一个字符我们看他这个最长的后织啊等于前织啊这长度多少所以说我们把这lens呢取出来 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这个前织取出来啊那其实就是return的是这个s的substring啊就是从0开始长度为lens这个可以好我们这前面稍微再把这个速度定一下啊把这n等于s.size然后呢把这个dp呢定一下应该是n那大家可以认为默认值都是0的这个dp0等于0呢你要单独要注意一下 是吧因为到kmp的第二步里第二步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类似于dp的东西啊这东西dp0呢可能就是其他的值啊反正在这里应该dp0等于0啊然后呢这个算这后织数组啊后织数组dpi这个后织数组的解法呢其实大家看就是免贷啊一行两行三行四行五行啊五行代码求这个dp求这个后织数组那么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啊因为我说过很多字符串有趣的题目啊不仅是kmp不仅是求这个dp 这个字符串搜索啊很多其他有趣的题目都会让你求这个后织数组它有很大的帮助好啊我们还没跑呢是吧我们跑一遍好这就过了啊这就过了这就是啊求这个啊大家说啊顺便说一下时间复杂度吧啊这个时间复杂度是ON的啊ON的啊 当然这条题你可以用暴力解法是吧您可以暴力说这个这个长度是多少然后呢每次确定长度呢你看前周跟后织是不相等那这个肯定是N方的时间复杂度啊这个非常就非常长啊那么kmp呢它就最大好处就是ON啊至于时间复杂度为什么ON啊这分析啊有点复杂大家可以看一下医生的讲座啊或者很多网上资料啊反正你只要知道这个结论就行了好那么啊最后再复一下盘吧 仔细看一下这个东西啊仔细看东西就是说如想象一下6个月之后啊6个月之后啊你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求后织数组的解法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把它捡起来啊那么最重要观点啊首先你要记着这是一个后织数组啊后织数组怎么定义的啊后织数组怎么定义的然后呢你试着想一下这是一个可能有点像动态规划的东西啊所以说呢你看一下DPI是不是能跟DPI-1呢挂上钩啊那么你就眼睛呢你就 就看到这个看这个DPI-1啊看DPI-1你把这个这稍微画一下DPI-1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它呢等于它啊它又等于它那很显然啊如果这两个相等那么DPI-1再延伸一位是吧好那最关键的如果是这两这两个不相等这时候呢你要记住这个第二个需要记忆的点啊就是说这时候你的目光呢就要看向这个DPJ-1啊刚才看一下J是怎么确定的 J是通过它确定的这时候呢目光呢你要转向DPJ-1然后你把这份的图呢给画出来啊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步啊如果你想到这一步后你就会发现啊豁然太朗是吧这时候呢这时候你就得到一个J匹啊J匹等于DPJ-1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正常度是J匹J匹他们相等的这时候你会发现DPI呢其实有机会是他啊有机会是他那什么时候是有机会呢就希望这个DPJ这个SJ匹啊这个字符 跟这个字符如果能相等的话那么DPI呢就等于他啊我们记号就收是吧如果不行的话那么需要再地归一层啊再地归一层怎么样呢这时候下一次长度呢就是原来是DPJ-1是吧你就DPJ-1是吧然后如果再下一层就DPJ-1减一啊再下一次是DPJ-1减一啊一直找到一个合适的长度Final的一个J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这个SI跟SJ相等的话 那么它长度呢DPJ这种答案呢就J加1啊这个J呢是有可能会经过ROPX的迭代啊直至为零啊都是有可能的啊就这么一个思路过程啊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好好体会一下那么啊这要题呢如果是大家在这段时间经常要做啊啊这段时间打卡的时候每天写一遍啊每天写一遍啊接连写七天啊每次独立默写一遍啊我相信大家能够对这个这几个代码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啊好那么今天就是 讲到这儿啊这是KMP系列的第一道题那么之后呢我会下一题的话会讲这个扣坠数组在这个字幕帅搜索中的一个应用好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说到这儿各位拜拜